那好了,今天我们来试看这Pocket Tree 那我身上带了这一家Insta Gold Tree 然后也是在同个时候试下这个Pocket Tree 我这一集就试看我们马来西亚的中文来讲解吧 那距离我上次买Pocket,到现在这第三代我看都应该超过三年的吧 因为第二代跟第三代都超过三年了 好,来话不多说,马上开机 你看,从开机到关机其实只有少过两秒吧 上开机 然后,我现在把我的这个,等等 来,我把这个Mine打开 看来会连接我的Mine 应该是打开了吧 测试测试测试,还没有 把它打开 打开了,有蓝灯 DJI Mic Transmitter Connect 然后你就看到有青色的 这个符号 好 然后,我把这个开去Low Light 就是在晚上开摄用的 然后,我们把镜头 走 摆去前面吧 按三次,就Center摆去前面 然后,我们来拍摄一下 这段路 有太多这种提示,其实就很烦 好像听说是关不掉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同时开了两架相机 一架二,好,看回来看吧 一、二、三 这个时候呢,我身上这里装了一架 这个 Insta Go Tree 然后,放了DJI Mic 然后,这边也在用着Pocket Tree 好,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 晚上的 呃,Low Light Mode 好,你们试试看吧 我现在没有用广角镜 只是一个普通它的镜头 我们走一走看看 那,这边是说 Active Track Mode呢 在Low Light的时候是 不支持的 所以,它不能Track路了 那我们再走一段路看看 这里是基隆坡的市中心 刚刚下了一阵子雨 希望不要下雨吧 好,我们走一走 把镜头 现在把镜头放去前面 用4K30正平均录 我们来到了这里 这里是基隆坡一个很出名的 旅游打卡盛典 这也是晚上吃饭的地方 这里叫Heritage Heritage Lane 然后,对面带你们看看 那这里晚上有几间不错的餐厅 其中有一个披萨都挺好吃的 我们再把这个麦收音 检查一下 把它拉下来 先把录制停止 停止录制了 对了,这里这一排,这一条街 都是很有名的 Heritage Lane 然后,哇 哇,这边看到了吗 这里是给我们看到 KLCC 我看到很多中国的婚纱摄影 都会过来这里打卡拍照 就像我们 以前我做摄影 婚纱摄影师的时候 就跑去国外拍照一样 看到Iver Tower 我就沿着它附近的几条街道去拍摄 然后,我们再去走一些比较暗的地方 看看效果如何 好了,这里就是很出名的 Heritage Lane 然后,这里其实呢 在下午如果你过来的时候 都挺舒服 因为这边很多 很多树嘛 就种一排排的树 所以下午过来是很 我觉得很轻松 很有那种 欧洲风格的一排店 这里晚上的食物都吃不错 这日本餐啊 西餐啊 不过价钱是有点贵的 这家餐厅我们上次吃过 挺不错 这意大利餐应该没记错的话 这意大利餐应该没记错的话 好,来到了大街 对面就是Qmore 还有这里就是 Sheraton Imperial 这里就是 基隆坡 沿着过去就是市中心 好,我们过去街边走走 然后 比较一下收音的感觉 因为这里很多车身 可以从时候比较一下 Insta 跟这个 Pocket 有点脆的感觉 脆的感觉 现在这个呢 就是Pocket 3的收音 嗯 我们再一路走一路讲话 看看 因为通常这一种相机 就是我们叫阳光机嘛 只有阳光强烈的地方下拍出来的效果很好 但是晚上通常都是不行的 呃 我之前的 呃 所有的Action Camera在晚上 都不行 所以就要拿 呃 Sony ZV-E1 或者是A7S3之前卖出去了 换了个ZV-E1 所以 呃 这次如果这家Pocket 3 能 应付一般上的环境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们旅行就轻松的不少 再继续录制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Follow Mode 是可应付一般上的Vlog啊 Selfie之类的 没问题 好我们再加快脚步 因为等一下约了个朋友 他之前把 那个Leica Exumai给我 然后忘记 把那个盒子寄给我 然后这次他带 KK过来 就顺便把那盒子啊 还有其他的配件拿给我 看到了吗 漂亮吗 这就是Heritage Line 然后 镜头一转 就看到了 哎 KLCC 马来西亚著名的Landmark 开始收音 拍摄 从这荧幕看起来是很清晰的 回去在电脑 后期的时候再看一看 现在这个角度是24mm 然后我的手也不是全身直的 然后转回去看看 然后转回去看看 BlockG 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 当然 这一寸的Sensor 是不能 与这个 Sony ZV1 相比吧 好 好我们现在 要不然就来一个 不一样的 以其是开Lowlight 我就开普通的Video 普通Video 我们开了4K24帧 然后这里放HLG 10bit Color 然后我们来试看 看看在 其实这条街都蛮亮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情况下 用普通Video拍摄 会不会有分别 看到我身后的KLCC咯 然后我们继续走 走下这段路 然后可以做个比较 诶 我们现在开的是普通Video 应该可以做Active Track 那有Active Track了 OK Active Track的话 那我走到哪里 我永远应该都是在中间的 角度 我们再走多一段路 走到刚才的路才容易比较 那你看到了我的手还没有伸直 这20mm都应该挺足够用的 再不然的话 因为我买的是Creative Combo 所以 来了一个配套 有这个广角的滤镜 继续走动 通常这种 运动机呢 都会怕自己的脸不在中间 正中间 所以现在有了这个Active Track 就方便很多了 我无论把鸡 的角度移到哪里 都应该会在中间 所以会 不用每天去看一下那个 视频 而是可以放心的 自己关注着在走路 好 差不多到时间去见我朋友了 然后关机 2秒 关机 1秒 1秒 2秒 5秒